现在台湾的科技大佬 其实都在读这本说 这是什么 竟然现在有一个叫做 AI曼哈顿计划 这个是美国美中 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在11月9号发表的一个年度报告 这个报告跟着 我要丢3800亿的美金 而且我要把中国的 最后一国待遇拿掉 我现在要启动 我所有的六大国家实验室 甚至这样讲到 我要对中国全面封锁 而他还提到 因为未来的用电量很大 所以我的核电厂 要扩张两倍以上 大家以为说你扩张两倍以上 真的假的 没有想到 他现在连三里岛 五十年前 也就是为什么 你现在会对核电这么的恐惧 为什么对核灾这么的害怕 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三里岛 一个就是这个车诺比 你现在连三里岛 你都要重启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代表我的核能真的要启动了 那你想说 这怎么会突然做这个动作 原来在2015年的时候 OpenAI的执行长 奥特曼 就已经写信给伊隆马斯克说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商量 说AI能不能防止 AI如果不能防止的话 我们要好好的去控制去设计它 这个时刻 我们就要去像当时发展核弹一样 也要发展一个曼哈顿计划 没有想到奥特曼跟伊隆马斯克 两个人 2019年写的信 到现在变成了国会的报告了 对 这主要是因为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出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来说主动是这样子 它会变成是未来美国国会跟美国政府要参考的一个指标 那里面来讲的时候 要研立一个叫做AI的曼哈顿计划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有可能会成真的 因为为什么它这里面包括说3800预算 结合美国的科学家 还有启动六大国家实验室 还有核能扩张等等 这些目前为止 川普都有在做 尤其是这个原本最原始的计划 可能是原始的构想者之一 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是跟川普好像情同父子 他不只是加入政府效力委员会 他有可能会主导未来整个川普的科技发展 那当初既然这是他的计划之一来说话 那当然有可能会实现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在这边 这居然是他的构想 对那最主要 这其实也不能说只有他的构想 他当时跟奥特曼 还有伊隆马斯克 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他们两个就是OpenAI的创办人 创办人的 那当时他们还没有闹翻 没有闹翻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真的是无法控制这个AI的时候 我们要引导他的发展 那引导他的发展来说的话 就要开始说要怎么样 这个让我们发展 我们要结合美国的 这个所有的这个科学家 所有的实力 弄一个所谓的AI的这个曼哈顿计划 这个最原始的构想 是来自这个地方 那现在伊隆马斯克 以前伊隆马斯克 为什么对这个事 比较赤之一辟 因为他认为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AI 不应该发展 所谓商业化 可是问题 他现在态度改变了 对 那他现在有一个XAI 他也要弄商业化 所以表示说什么 几年前为什么没办法实行 那跟伊隆马斯克的态度 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伊隆马斯克是 也想要来搞这个 对 那他对川普 他还讲一个 手指头跟非常累人类的 这个数位的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人 可以帮人类处理大小事件 对 那因为现在伊隆马斯克 就是在川普这边的红人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计划很有可能会实现 好 那我想这里面来说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不是这个 商周有整理出来吗 美国跟中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 他们AI的这个机器 这个谁胜谁败 美国在此的晶片非常厉害 然后美国在此的人才非常厉害 这两个东西不厉害 一个就是能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智慧财产权权 对不对 但好能源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美国要开始大量的盖核电 那核电 美国也不是只有盖传统核电 他有包括说 钛拉能源 新型的小型核电 也都可以盖 所以他未来会怎样 这就是川普会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要扩大核准 以前可能有很多环凭 很多什么 他现在都要把这些都拿掉 所以美国核电是完真的 他可能要这个 包括传统核电 跟新的核电 他都要从此开放 另外还有什么 智慧财产权权 美国有非常多智慧财产权权 法律结构 这个就是川普最重要 川普有说 我要准备把那些 自顾都拿掉 拿掉之后 你可以吸收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数据进来 当然就好 所以才说 这的确 在未来几年之内 可能美国会出现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那尤其你刚才提到 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现在 他现在真的是有 非常多的这个想法 你看他前一阵说什么 他前一阵在 他的这个X上面 发了一个文章 他不知道你怎么还在 有些傻子 还在打造这个 像F35的这个有人战机 F35不是现在 确定他的战机吗 对 他就说不是这样 然后他附了一张照片是 有数百家无人机 在天空盘旋的影片 所以他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所谓传统的 这个F35战机 还要人脑不用 未来是无人机 那无人机跟什么有关系 就跟AI有关系嘛 所以也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 所以在无人机的状态下面 F35都是过时的 对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这样做 当然美国有这样做 美国的臭幼工厂 还有爱荷华大学 他们目前做了一个模拟 这模拟是什么 这模拟就是有一个战机在前面 然后后面有两支 两个喷射机 那两个喷射机 是由人这个AI来控制的 然后他们协同作战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未来可能 一个发展的这个状况 甚至美国国防部 是有女武神的计划嘛 这里面所以 现在的计划里面来说 未来可能就是 一个这个飞机 当成是一个作战载台 然后发射非常多 无人机的这个状况 那搞不好 未来有一天F-35这一台 这个友人驾驶 也变成是无人机 那就是如同伊隆马斯克说的 谁还在弄个友人的 打造友人的这个战机 谁都是用无人战机嘛 那无人战机要怎么发展 就是AI嘛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美国要在AI发展过 宝贤你记不记得 美国这个 他们的印太司令 曾经有说过一句话 假设中国要来打 这个台湾的时候 他面对到的是什么 地狱景象 他说的地狱景象是什么 就无人机 无人机嘛 所以显然 这就是美国的战略目标 他就是在无人机里面 那无人机是这样 你要AI运算能力越强 在无人机之后 你才能打败中国的无人机嘛 所以显然 未来的运算能力 是非常重要嘛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要发展AI一个非常重要 无人机 无人武器 无人舰艇 无人化的各种设备 而且可以大量生产的时候 那当然就可以压制中国 而且这一块 刚才讲的 你现在发展了你的机器人 发展了你的无人计程车 这全部都是AI 这未来也都可以用城市战场嘛 比如说你看 这个自由度这么多 我跟你讲 他不是只有 你看 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说法 是说 我们这个手指有22个自由度 我们人27个 他22个 只有差几个 那你说 这只能用在家里面 没有啊 他在武器战场上面也可以用啊 你可以试想 如果他是这个战事的时候 他可以扣很多板机 不同的动作 那个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跟你讲 这个都可以 这个美国 现在伊隆马斯克 还有美国国防部 他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中国在搞军民合一嘛 那我也可以这样搞啊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国防部的能力 跟AI也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未来美国的科技 当然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一场中 做了一个所谓的 AI漫画顿计划 也就是接下来 美中真正的一个热战 二热战里面 你们提出来说 美国要丢3800亿 还有一个最后名次 他全美的核电厂 扩张要两倍以上 来因应需求 你想说 这真是假的 美国要重启核电 而且要重启两倍 现在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他们真的要重启核电吗 那你就再跟我讲一个故事吧 我吓死了 他说 美国知道吗 现在我们对核能 非常的恐惧 其实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个就是三里岛事件 一个是车诺比事件 而三里岛对美国来讲 更可怕的是因为 当时没有概念 也不知道到底会多可怕 他们担心那个核心 融入了以后 会直接一直融到地表 会融到地心 会造成地心大爆炸 当时美国人吓死了 就没想到 这个三里岛 现在这个三里岛 竟然要重启了 对 因为美国实在 因为AI的发展 AI曼哈顿的计划 它要用非常的电 甚至它的电预估 全美核电产 还要扩增到两倍 要跟中国打一场核电大竞赛 但是要盖核电产 没有那么快 所以他们把脑筋动到来 你们三里岛 是谁去动脑筋的吗 微软 亚马逊跟Google 其实是科技区剧头 全部都想 刚才讲 你全世界开始 对于核能感觉到恐惧 第一个是三里岛 第二个才是车诺比 就你现在要重启三里岛 对 而且在科技区剧头 买启动三里岛之后 它还没有正式修复 因为它投 大概16亿美金去修复 可是它还没有修复 电已经先卖掉了 是微软把它全部都包下来 接下来亚马逊 也要再去买核电厂 大家都在抢核电厂 所以才管50年前 什么核灾有多严重 它才没有管件的事情 它只要有核电厂 它全部都启动 然后OpenAI还去研究核融合 把核融合公司推上市 因为科技巨头 用电量有多可怕 这是Google跟微软 这两家公司在电用力排行上 已经比很多国家还要大了 比宾达还要大 比图尼西亚还要大 是世界用电的大国 对不起 他们以后用电还要更多 因为他们因为AI的发展 还要再成长160% 甚至AI曼哈顿计划 如果一推动的话 他们可能要再成长两倍以上 所以才不管这件事情 只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山里岛这个核电厂 一旦启动的话 它可以制造纽约市50年来的电量 更重要是重新定义一件事情 是它到底是不是再生人员 所以他们还去算 为什么Google他们要支持这件事情 是因为联合执行人员 就是它重新包起了这个公司之后 就是联合能源执行 联合能源这家公司 重启这个核电厂之后 它算过它产生的再生人员 可能是过去冰中 因为它是冰收 是风力发电跟太阳能 所有绿电30年 不是一年 是30年来的总和 所以我今年就问 RI100的主席 核电厂像山里岛这样 重启算不算绿电 它说不是 但是它是什么 它叫做无碳电力 所以它是没有碳排放的 虽然它不是再生人员 所以所有的政策都解套了 所以美国就把山里岛重新启动了 因此它还没有开始发电 它的电已经卖掉了 甚至还可以算很多东西 包括它可以产生800兆电 甚至有80万的家电用电需求 产生的经济效益 一年有将近1000亿台币的经济效益 都算出来 好 所以会成 刚才讲是 今天拜登离去之前 没有想到做了一个敬例 刚才讲那是拜登对中国晶片三部曲的 最后一部曲 而且它说这个是最大的杀伤力 而且这个动作领厚 代表中国在AI这个领域上面 完全没有可能了 是 宝杰哥 拜登即将下台 而他对于中国所出的最后一集 真的是有够狠 这一集可能真的让中国自死之后 没有办法踏上AI之路 有这么严重吗 对 我们心里想说 还有什么比你都已经断了他的晶片 台积电晶片不能给他了 ASMO的这个极此外光机不能给他了 然后一大堆连日本的这些最重要三项的画选品 也都不能给他了 已经把他封得方方面面了 怎么还有更狠的招 今天我跟你讲就是有雷蒙多 也就是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 他直接说 他说这次这个禁令是最全方位的 而且是最严厉的一次 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去销略中国 他在加速相关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高频宽的一个记忆体的东西 你说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 如果我跟我的GPU跟我的CPU结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AI 它这个AI的这个晶片以后 它可以帮人民解放去强化它的功能 是 他其实讲到非常重要 他说为什么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这么重要 因为在未来这个AI时代 参数会非常非常非常多 你跑不跑得动 跑不跑得快 能不能很及时地运算出来 就跟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相关了 他就说你要把它想成怎样 你知道吧 就像一个道路 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就算是高速公路 那你高速公路这么大条 这是不是代表流量就很大 车辆就很大 所以你车子跑得快没有用 我没有大马路 我没有宽马路 我没有高速公路 我就跑不快了 你就走过去 走过去 所以重要一件事情是它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 还要跟那个GPU的结合里面 是透过一个先进封装堆叠式的 所以换句话说速度快 而且传送的速度也升的是非常快 耗能又会降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它之前晶片把你断掉了 成品把你断掉了 EUV也把你断掉了 连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也把你断掉 等于代表什么意思 自此之后AI世界不会有你中国存在的一个痕迹 可是如果说我也没在趴的 我现在自立自强 我可以自己搞光刻机 我可以自己搞这个所谓的系统 而且我的中心这么厉害 我七奈米 五奈米我都能做了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目前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分布的状况 你知道吗 SK海力士 它在市占率高达五成 然后呢三星是高达四成 另外一成是谁 就是美光啊 有你中国存在的迹象吗 没有 而且你要知道三星之前在中国 有非常多的记忆体低润场 只有三星这两年 咪咪咪咪要死不活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在这个高频宽记忆体里面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SK一个人的武林 所以三星它在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有一点没有办法突破 它市占率很高 绝大部分还是因为低润的关系 不过低润跟高频宽记忆体 那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幼幼班 一个是研究所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中国这个美国真的拍板下去 就说从此之后 没有我同意 你韩国的海力士 你韩国的三星 休想跟它做生意 因为很多的技术 跟他们美国还是有关系 这条路断下去之后 我请问你 你怎么有办法取得 所以这一招真的是非常狠的一个狠招 而且他们这一次宣布下去的 实体的一个清单的名单 中国列入这实体清单的140加 所以我跟你讲 一口气把140加列进来 不可以卖给他们 简单讲一句话 就是有错杀没放过 你咬到他就把你杀掉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 这一招真的是很糟 那你刚刚不是讲吗 那没关系 我们那个什么 埋锅造星是不是 对 埋锅造饭 对 埋锅造饭 我们全力大造星 全中国大造星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华为MAT 其实我们都可以伸出来了 我们不怕 但是我跟你讲 话说得很大声 产品拿出来之后就笑死人 人家现在就发现 你那个MAT 70 最近才发表的这个 你讲的是MAT 70 结果人家去跑那个 跑分什么的 你比iPhone 11还要慢 iPhone 11的表现都比你还好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你现在最新的 华为的MAT 70 一支也要4万块左右的这个台币 他居然跑分输给iPhone 11 我这个快笑死了 而且你看到中国自己的媒体报道 他说我们这个很厉害 我们这个怎样呢 我们这个MAT 70 是采取70 90 20的那个金票 具有两颗的高效能核心 六颗的大核心 还有低功耗的四颗的一个效率核心 GPU运行运转什么840MHZ 所以简单来讲 他就说我们这个非常厉害 结果好 你不用够够你来跑分 就跑出来笑死人 他说却输给 2019年iPhone 11彩的A13晶片 所以人家说 你刚刚吹到传播 还找不到一桶子 所以这个跑分出来是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 哦我终于理解了 你这边浩浩大量的 弄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发布会 结果晶片规格都没够 所以讲不出来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 现在刚刚讲 苹果不是有三个镜头吗 然后他这个MAT 其实给你搞了四个镜头 搞了四个镜头 大家看好像有个镜头没有作用 他就会说 你这个四个镜头是真的四个镜头 你这个四个镜头都能用吗 他说对不起 我这四个镜头 因为可以平衡比较美观 真的能作用的只有三个镜头 一个镜头真的是做假的 笑死人 一个镜头都要做假的 你就说这个中国到底 是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然后反正就现在人家讲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他价格还很硬 价格人家都看到那个价格之后 就说你那个 那我买iPhone15就好 然后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就是说 本来是说很厉害 就会在目前为止 好像说预估销售量多少 大概三百万只 三百万只 你之前的都已经有四千多万只 你今天卖到三百万只 代表着这真的是不如预期 而且现在更可怕的是 现在的晶片的设计制造 已经变成了一个 非常独立的体系 刚刚讲的 包括Intel Intel这个过去被认为在 晶片世界的泰山北等 你进不到这个体系里面 你竟然也被边缘化了 而这个系统什么时候开始 当苹果决定 我要自己做晶片 当Amazon开始决定 我要自己做晶片 当这些最有钱的企业 自己决定做晶片了以后 它要找自己最相信的代工 要找自己最新鲜的厂商 你只要进不来 你就被踢出去了 是 所以真的是苹果开始跨入晶圆设计 这个IC设计的一个情况之下 真的改变了整个产业 为什么你这样讲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苹果你就是个企业主 你就是下单把你的规格弄出来 然后包括高通博通 还有包括Intel这些 所谓的IC设计 它会设计一个公版真真简简 最后是给台积电这边 但是在苹果开始跨入IC设计的情况之下 他手把手的把他最心愿的台积电给带进来 把台积电这个部分告诉他说 我需要什么 我的产品需要规格是什么 你要帮我做到什么 而在什么样子的一个价钱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 结果台积电就让他跟着他手把手做出来 做出来他所有需要的产品情况之下 IC设计的应届的所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被弱化 简单来讲 苹果开始建立起了一个生态链 而在这个新的生态链的世界里面 没有Intel存在的空间 刚才我们讲说 现在中美之间刚刚讲的 最大的竞争就在晶片上面 而那个晶片上面 现在已经慢慢的把中国给甩出去了 而中国甩出去 它完全接不来 是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态性 在张宗谋的这个所谓的自载 它现在出了下车 下车了以后才发现 这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 苹果开始决定 我要自己设计晶片 当我要设计晶片的时候 我要找我最信任的代工 而这个找了信任的代工的时候 他签调外选 最后选择了台积电 选择台积电以后 台积电跟苹果的密切合作 才完全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性 而且当时非常的戏剧化 搞了半天四 是郭台铭找了苹果的营运长 到了台北这个张宗谋的家 张宗谋的老婆跟郭台铭是亲 表兄弟表兄妹表姐弟 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界面了 反正事实上呢 当时2020年的时候呢 张宗谋他一直非常想要嗑一口苹果 但是呢不得其门的路 结果没有想到他千想到万想 竟然是我们讲郭台铭带着这个苹果 亲自上门像这伴手类的感官 那个时候其实发生在2010年第四季的时候 原本呢他结束已经董事会都已经开完了嘛 他本来想要回家 就没想到他接到他老婆张宗谋 打电话来说 Morris Morris 出大事了 赶快回家 因为有贵客上门 他说什么贵客 郭台铭吗 不是 是郭台铭带了一个苹果的贵客来 然后张宗谋马上的时候就跑回家去 然后还特别叫他说 加两道菜 结果我跟讲他遇到谁 就是这个Jeff William 你不太想说Jeff William 看他只是个人采购嘛 没有就后来发现他大有来头 他事实上是当年度苹果的营运长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他来他是可以做决定的哦 因为我们谈论了很重要 结果没想到这个Jeff 直接开中谜就跟张宗谋讲说 我观察你很久了嘛 我发现我们之间应该是有合作的可能 我希望的你来帮我们做代工 因为那个时候苹果手机原本的代工厂是谁 原本是找三星代工 但三星我们讲出卖了他 为什么呢 我帮你做代工做着做着 隔天我说我也有手机要发布了 变成竞争对手了嘛 所以他们一定势必要找我们讲第二个替代方案嘛 所以说是三星帮苹果这个代工这个晶片之后 他开始生产自己的手机 对不对不讲武德 我们讲所以三星坊的时期是一个我们讲先进式的气息 为什么后来被苹果配 就被台积联接走了嘛 那接走之后他就说好 那我们来开始谈 谈一谈呢 谈了两个月之后 原本想说好事啊 结果没有想到呢 竟然怎么样你知道吗 突然间说暂停中断 中断说我们中断协商了 结果是后来莫里斯跑到了美国去 再见了这个Jeff Williams 他本来以为说我是跟Jeff Williams约的嘛 结果Jeff Williams跟他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空 那他说蛤 那怎么办 你是在帮我约吗 他说不是 你直接见我们老板 直接见库克 对直接把他帮助给Tim Cook 那Tim Cook见面直接开中 明义说你不用担心莫里斯 我知道 你一定想说Intel 那时候传出说Intel要来抢单嘛 对不对 他说Intel No 不可能 为什么 他说因为Intel呢 不擅长代工 那这时候台积电 它的优势就突然出来了 不擅长代工 对不擅长代工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它的产品需求呢 没有办法符合Apple 因为以前Intel在做的时候 他们非常本国主义嘛 就是我IC设计 到我下面的晶片资产 我都一条龙啊 我所有的毛利 我都要赚好赚马 但没有台积电 只专注做一件事情 我专心做代工 而所谓的不擅长 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价格 我可以让客户满意的价格里面 赚取我应得的毛利率 因为事实上当时 我们讲的 这个Jeff William跟张忠宏谈的时候 他有出现一些插曲 为什么 本来台积电那时候做28奈米 他说我要20奈米 那他说我跟你讲 我毛利率给你40% 但事实上台积电的毛利率 当时有50% 但最后面台积电 有没有接下这个毛利率 接上来了 有 保留跟我讲 接下这个四关重大 它导致说整个台积电后面 为什么先进进程 完全都可以远远超越别人 台积电当时有派一个叫做one team的过去 one team 对one team过去 大概100人左右 100人one team 去到苹果总部 然后你知道他要签保密协定 签了之后 他就开始在里面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埋锅造饭 不知道他就做什么 就出来之后你知道吗 台积电瞬间开始 他的技术突飞猛进 从原本我们讲28奈米 那时候是不是才落后三星 因为三星提早研发16 台积电那时候还在20 结果台积电就说 我们跟苹果合作 取得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两个世代两个世代研发 就说我一方面 符合你苹果的需求 但你苹果答应我 你绝对会吃我的单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三星原本是率先 拿到苹果16奈米订单的 结果后来 等到台积电研发出 16奈米的话 我就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苹果不要三星了 就说因为台积电 才是我的好伙伴 我们有合作信用嘛 反正你还等下拿我的技术 又去生产手机 所以他就是跟着这样 一代接着一代 就是我先发展这个世代 半个节点的 我也给你发展 就是我推进最先进制程的 但是与此同时 我有满足你苹果需求 所以就是因为台积电跟苹果 他们独到的这种 合作模式的状况下 包括所谓的一纸整合 导致说呢 因为苹果它不断的进行 最先进的IC设计研发 台积电不断满足它的需求 所以呢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有了苹果在前面充斥 台积电在后面当后援 而让我们的先进制程 能够领先全世界所有的 而且刚刚讲呢 那个湾天是非常有戏剧 他们是讲说 湾天那一百个人 去到美国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那一百个人 分三个不同的地点 去到了以后呢 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去修炼 然后把那个骑士场效的 电晶体的这个能力 拉到了最高点 他们等于是 在那个时候 进到了少林武当去苦修了 包里面讲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骑士场效晶体 就是FinFed 那FinFed呢 它就是一种堆叠技术 我讲坦白的 如果不是说是因为苹果呢 它提出这个需求 那苹果为什么提出这个需求 因为它的手机要微型化 等于就是说我要把所有的 包括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的 现在比如说类似像HBM啊 那是现在新时代产品吧 但当时也要啊 当时也要把当时的技术 包括它的核心处理器 全部整个在一起压缩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苹果提出了 什么Question 那呢台积电提供什么 Answer 就是这样两边不断的激烊 创造之下呢 才有办法就说 所以为什么你说三星 没有办法抄袭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讲的日本呢 甚至是中国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 因为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需求 跟IC设计的规划 而台积电等于是在帮苹果 解决问题的状况下 也不断的在司法 不断的进步 所以当时的湾廷呢 电击了现在台湾的半导体 进步的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最让人家震惊的新闻 是Intel的执行长 基辛格 他当时要来振兴Intel 就没有想到 他竟然被fire掉了 被fire掉就代表 他自己的努力完全坏为泡泡 坏为泡泡有代表 那你Intel的努力 或者Intel想要成为霸主的梦 就成为一场空吗 而你讲说Intel现在 因为它的整个商业模式 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但是不一样 连中国也要 今天我一个是 在商业上面 我把Intel干掉 可是在整个国家上 中国如果不在这个体系里面 它也会被边缘化了 是 那从美国的这个出来 胡佛研究所出来 这一本金三角这书里面 它非常详细的列出来 在目前半导体 所谓的一开始前端的IC设计 制造整个所有不同的阶段的 龙头厂商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说 在IC设计的部分 那如同刚刚宝洁哥这边所提到 手机我就是找苹果 车子我就是找特斯拉设计 各个不同产业的龙头厂商 来设计自己所要的IC 交给最专业的台积电来做代工 或者有些厂商可能会选择 三星等等不同厂商 那可是这整个完整的表格里面 就是没有看到Intel 因为他讲过 现在最厉害的晶圆设计者 已经不是传统的晶圆设计者 现在最厉害的晶圆设计者 都是各行业的龙头 是 龙头跟龙头之间 彼此也要互相合作 他才能够上下的完整串在一起 如果今天Intel 没有在这个表格里面 他不是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别人在开发 别人在讨论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该怎么样解决的时候 他无从得知 他不知道 对 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他慢慢慢慢慢慢 他缺少了这些 很先进的制程 先进的制造的这些经验 他就慢慢慢慢的 会被边缘化 好 那刚刚讲说 拜登在离去之前 也下了一个众手说 你现在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 不可以再卖给中国 这一刀很凶吗 是 非常的凶 为什么 我们所知道 所有我们现在目前 挥达最先进的这个AI晶片 基本上来讲 都是中间 是我的处理器的部分 左右两边 就是我的高频宽记忆体 因为我只有 把我的高频宽记忆体 跟我的处理器 做在一起 合作在一颗大颗的晶片上面 这个我们就是 所谓的COAS的这个技术 这就是封装 对 就是先进封装的部分 那先前美国在先进制造的部分 让它做不出这个晶片 中国可能想尽办法来做 现在美国更厉害的地方是 我连这个HBM 高频宽记忆体 我连卖都不让你卖给你 你即使有办法做出这一颗 不好意思 你没有HBM 你也没办法兜出所谓的AI晶片 可是中国现在不是讲吗 我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储存 也做得很厉害啊 我的长江存储 我的很多的公司 我也都有能力做D-RAM啊 做D-RAM的这个部分是一件事情 但是要做高频宽 它的堆叠技术来讲 是完全不同等级 它是要堆叠 是 那像目前现在的HBM的 堆叠层数是8成到12成 所以它在这样 我要8到12成的D-RAM叠在一起 对 记忆体会堆叠在一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今天是3D的IC的概念 就是我的记忆体是 一层一层堆叠上去 你就这样堆叠起来 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间黑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处理器的晶片 左右两边可以看到 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高频宽记忆体 那这么密集的这个记忆体 它非常的靠近 所以它在传输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快 才能够符合我们AI的运算上使用 好 所以谢谢 刚才讲的 现在在中美竞争的时候 没有想到拜登在卸任之前 下这么重的手 基本上拜登是这样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民主党溃霸 然后川普大胜 他一定要在卸任之前 留下一点什么历史定位 那这个历史定位呢 我来预估就是 他会对中国最后1月20号明年之前 所下的重手 每一招每一步都会比川普上任之初 还更重 那我们今天就已经看到 他现在就是进这个所谓的 这种高频宽记忆 加了对中企列入黑名单 然后你不要去卖这个高频宽的 记忆体给他们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也成功了让 中国的半导理先进制程 发展停在七奈米 那事实上为什么这是狠呢 刚刚这个博士有讲 就是说今天拜登先砍高频宽记忆体 给中国 然后呢中国会自搞 因为像中国的那个成熟的制程 现在是比较 等于说他能够大量的生产 大量生产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经济不好 他消费内部的消费不够 他就自销 自销呢 他就想要去请销到其他国家 所以拜登很聪明 拜登知道说 反正川普上来之后 他一定会下重手 把最后的一丝的氧气把它抽光 让整个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 晶元的产业 是完全是窒息死亡的 所以他就说 反正我先下重手先进 最后一路最快拼毒 给那个川普去处理 好所以玉峰 现在中国出现一个 非常可怕的状况就是 他欠心非常严重 欠心他们讲 他们有个航空公司 叫幸福航空 你跟大家讲 我是开飞机的 我是机师 我机师居然要去卖外卖 对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的零工经济 都是在美团 美团跑腿 被人家拍到一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什么呢 他上面写了 我是飞行员 飞行员送外卖 地上同样跑得快 他真的是飞行员吗 很多人都觉得说 怎么可能 这是不是一个外送 小哥的一个靴头 结果不是 人家去查他的底 之后发现 他真的是有执照的飞行员 真的是飞行员 对 但是他告诉大家 他真的是机师 他真的是机师 但是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因为幸福航空 欠心的关系 所以呢 他虽然有很多架的飞机 现在来讲 几乎常态在飞的 只有三架 所以呢 他这个美团跑腿的 这个飞行员的 这个外卖小哥呢 上一次飞行是什么时候 2021年 已经2021年了 我现在是2024年 我上一次飞是2021年 对 上一次飞是2021年 最惨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他的欠薪 是一欠再欠 所以这些飞行员 还有机组人员 你知道吗 他们也不能去其他地方 因为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每个机师飞 每一个飞机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转的话 那个操作手册 是比人还要高的 所以呢 他们只能够跟你 他的航空业到处出问题啊 对啊 所以他就只能给你耗 耗到最后你知道吗 他们什么时候才行驶的 因为整个中国幸福航空呢 竟然被告到法院上面去 荒谬的事情出现了 法院就判决说 你是个私信企业 所以呢 你幸福航空的这些高层哦 你去搭飞机 不能搭经纪航以上 然后很多网友就笑说 那你这些人 难道真的就只能做一代币吗 然后他们想到的方法 就只能去跑腿 当外卖小哥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领到薪水 也没办法继续往上飞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空姐 他们空姐还去卖娃娃 空姐还是得出去带货 空姐带货 机器去卖外卖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话 有很多这样子 你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 讨生路 想办法把钱给赚回来 可是呢 除了这种航空公司之外呢 他们没有想到 哎 国企耶 你有想过有一天 台湾的邮局的员工 会领不到薪水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因为这是国企 所以他们就说 竟然邮政也有人欠薪 所以他们也要去讨薪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个 我看到这个真的是 他们太有创意了 这是一个科技公司 这科技公司呢 在河南 然后呢 他们经营不散 也不会跟员工讲 结果呢 中午的时候呢 大家放饭 去外面买便当 买东西吃 拎着便当 拎着饮料回来的时候 竟然说停止营业 关门 中午吃个便当回来 公司就停了 你说我利用中午 放饭的时间 大家离开公司 我就把门关了 对 他们说这些领导 最恶劣的是 我早上我还陪你一起上班 所以我回来 只看到这四个字 对 停止营业 对 然后呢 大家觉得很可恶的事情是 早上老板领导 也一起来上班 然后人资也来上班 跟真的一样 所以这些人 早上陪你上班的时候 多次在演戏 因为等你们这些基层员工 出去买便当之后 我来就浪杠了 等你回来 我还榨干你最后的一滴汗水 对 我还让你上午上晚班 让你出去买便当以后 我就告诉你关门了 对就关门了 然后呢 等到他们进去之后呢 他们不只是说停止营业 他在里面还贴了一个 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 他竟然已经清算了 所以呢 他们这些老板早就已经想好了 我就是要结束这个公司 结束这个营业 只是骗你来 最后半天连的钱 连这个基层都不给你 除了这些以外 连香港的工地 也开始欠薪了 香港都欠薪 大家就想说香港怎么会欠薪呢 原来有很多的资金 是从内地 从中国来的 所以当你的源头的资金 断了之后 你的工地也放不出薪水来啊 所以这楼盘呢 最后呢 下场恐怕也是一个烂尾楼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的医务人员 对 他们的医务人员居然也上街头 他们的医务人员上街头说 我也有半年拿不到薪水了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难以想象 你有想象说 你到医院里面去 除了这个挂号急诊之外呢 竟然看到护理师跟医生 大家一起在高喊 去还我薪水 他们说 这个东西除了薪水之外 连他们的五险一斤 其实医院也没办法付了喔 所以这会影响到 他个人的一个身体喔 所以呢 这个来讲的话 他讲说 连医院都会欠薪 还有邮局的欠薪 这真的是太奇怪了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连教你怎么去催收 而且我刚才讲 现在很多的房地产 上周就特别跑到 他说房地产 一个所谓的海景大楼 海景大楼里面 居然一百万就可以买到 但其实一个房子 只要一百万 也没人敢买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除了这些员工被欠薪之外 很多的大老板 跑到这里来干嘛 来花个五千块人民币 一万块人民币 来上课 上什么课 讨债课 然后这讨债课呢 其实很多人上完之后就说 都是骗人的 反正都是一些PPT来呼噜你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叫你再交一笔钱来 我帮你讨回 你拿不回来的这些呆账 然后很多人就想说 死马到活马 又丢了一笔钱 所以你除了被欠薪之外 你又去上这种课 又被骗了一笔钱 然后你又丢钱去 请人家帮你讨债 结果最后都讨不回来 所以等于说 一个坑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坑 这些就是中国大陆经济 现在最惨的惨况 现在台湾刚刚讲的 台积电现在对美国 有多么重要 或者两边绑得多近 有一个指标就是 现在台积电的董事会 现在说 他要去美国开董事会 也就是现在两边的关系 真的抓得这么紧密吗 我觉得是说 在由台积电 来作为主体来看的话 台积电这个商业的模式 已经获得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 绝对领先的地位 因为他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是由世界第一的公司 跟他结合了 所以那这个结合 产生了一个 巨大的联盟体系 那这个国际联盟体系 才是真正征服全球的基础 所以说今天 Intel的这个执行长 基辛格下台 代表基辛格 也就是整个Intel 被排除在外面 越来越边缘化 被边缘化的关键就在于 以台积电为主 形成了一个国际联盟 而这个国际联盟 现在是美国要牢牢抓在手上的 全世界都要抓在手上的 因为这个 今天Intel的改变 等于就是说 最后一次Intel 想要翻盘 从所谓的工程技术上 做重大突破 就是靠这个 基辛格 靠这个基辛格 那这个已经放弃了 放弃之后 未来的Intel是怎么走法 它会做生产导向 还是做设计导向 你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来讲的话 生产半导体的 这个要跟台积电竞争的可能性 没有了 结束了 反过来看 那台积电怎么发展 台积电是在每一个领域里面 过去大家一起 一个全世界的高科技公司 或使用者 都跟Intel去买了它的IC 现在不是 现在苹果做自己的IC 特斯拉也是 特斯拉做自己的 Amazon也是 Amazon每一个都 脸书也是 通通进入自己 个别的设计IC的时代 然后都走出自己的特性 找出自己的技术上的优势 问题是一家公司 可以跟它配合 就是台积电 所以这个在短时间之内 我刚刚讲五年 我认为我在看中国的政治的发展 跟它科技的发展 五年之内 我认为中国都很难突破 他不想说我有光科技 我已经进到七奈米 我有多厉害了吗 实际上是不可能 做不到 不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 每一家公司 从苹果到Amazon 到这个 到特斯拉 每一家公司 到AI 到这些 所有的公司 都是全球第一名的公司 那这个东西目前确实 正在搏斗当中 尤其最重要的是AI 因为世界上第一大使用AI的 所有是哪家 是哪个国家 是美国 第二名是谁 是中国 所以还有很多新的领域 正在那边拼斗 所以拜登如果不用这个 去砍下来的话 让中国有机会 中国大陆有机会 在AI上面取得突破的话 那也是因为很恐怖的现象 因此 那这个可以优势在哪里 优势还是要靠台积电 这个生态圈 能够把 能够维持领先 才能够让中国 能够压制它 落后大概五年的时间 事总 当那个川普即将上任的时候 我们当然关心的 第一个是国际的局势 俄务在战争 有没有可能化解 中东的歧视 有没有办法稳定 还有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压制中国 让中国不敢犯台 可是你说 其实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伊鲁马斯克 伊鲁马斯克的未来 到底如何 因为我们知道 伊鲁马斯克做了很多 其实在那个道德边缘 法律边缘的事情 他的SPEX 他的脑机界面 包括他的无人车 过去美国是对他 有很多的限制 有很多的压制 现在如果说 川普真的把伊鲁马斯克 这些限制跟压制 给拿掉的话 他会不得了 他真的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现在的财富 又回到了他首富 他又变成了全球首富 而全球首富 现在接下来有两个 非常关键的事 第一个 他的机器人 他的仿身手 已经模拟到 跟人非常的类似 第二个就是 他这一次 特别用他的无人车 他如果今天 真的可以开放 他无人车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抱歉 最近川普胜选之后 伊鲁马斯克 每天都跟川普 连在一起 甚至在感恩节的晚会 里面来说 他就坐在川普的旁边 那你想说 为什么他们两个 情通父子 就类似这个画面 为什么他们两个 情通父子 我必须跟他说 全球首富 跟全球最有权势的人 结合起来之后 未来假设真的成功的话 五年之内 美国会变成全世界 唯一的超强 而且我跟他讲 你说最大的权力者 对 跟最有权的结合 对 而且是最有创造力 那为什么呢 因为伊鲁马斯克 他现在对川普 是有一个要求 你把我身上的 所有捆扰所拿掉 你不要管我就好 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我 让我自己发展 所有的东西就好 那川普目前为止 他真的要这样做 同意吗 所以未来川普 会把手上什么自驾车的监管拿掉 那你什么人机界面 人老界面 我会把他拿掉 你继续人要做什么 我都拿掉 你要做什么 这个AI发展 我全部拿掉 过去拜登对这些 都非常多的限制 他全部都要把他拿掉 全部都要拿掉之后 伊鲁马斯克的创意 可以开始无限的发挥 而且保险 我跟他讲 为什么AI一直没办法展开来到 大家不是讲那么多AI 我跟他讲 AI两年之内绝对大爆发 因为你只要把这些监管 都拿掉之后 交给伊鲁马斯克 AI不止伊鲁马斯克 美国还有非常多天才 全部都给火力全开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 为什么很多高科技 没办法发展 明明AI就出现 但是我跟他讲 如果真的拿掉之后 两年之内 AI绝对会开始 狂喷大爆发的一个局面 我们知道黄文勋 来到台湾的时候 就特别强调了 那个机器人 是未来的重要发展 对 跟你说 最值得观察的 反而是伊鲁马斯克 而且伊鲁马斯克 在讲这个所谓的机器人的时候 他讲 机器人什么东西最重要 机器人的手最重要 人类为什么是万物之灵 人类为什么可以创造 发明很多东西 就是因为 人有一个万的的手 他真的把手 你现在看到发明 就是伊鲁马斯克的机器人 就是伊鲁马斯克的机器手 真的这么灵活 没错 上次伊鲁马斯克的 Ottimus的机器人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光是他的手 你看我们看他的手 他的手 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来说 他有22个活动的关节 也就是说他有22个自由度 那22个自由度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类 大概是27 他已经来到22 那你知道全世界 他目前为止 22个自由度最高 你知道第二名多少吗 6到7 所以说他是遥遥领先的 他遥遥领先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他的手真的很像 是一个人的手的样子 已经很像 还有只有 只差5个自由度 他就可以完全跟人的 手一模一样 而且他想说 如果我的机器人 真的做好了以后 他想讲 未来你要煮饭 未来你要打扫家里 未来你要弄原意 未来你需要有人来帮忙 不用 我的机器人都可以帮你 保际我就跟他讲 为什么真的知道 游走到法律边缘 保际如果你真的假设 机器人帮你开刀的时候 万一 他可以浇花 对 万一是出了问题的时候 谁要监管 没有 现在川普全部都把它拿掉 所以你要怎么做 随便你 这机器人可以做任何事情 所以伊朗马斯克也希望说 每一个家庭里面 要有Otomus的这个机器人 那事实上 黄仁勋也这样期待 所以他跟你说 未来几年会大爆发 好 保际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有道德边缘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什么 他居然讲的 机器人什么都知道 就手最重要 但手要灵活的关键在哪里 我都没有想到 他说 人在扣着我的手指头的时候 居然是我的上臂 所以他把阿树的感知器 全部都放在机器人的上臂上面 对 你要做那么灵性的动作的时候 是由上臂这些所谓的关节 或者是一些肌肉 他连这个都研究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这个data 为什么 保际我必须说 这很多研究也是在法律的边缘 如果我可以放快的时候 我可以研究的更多 所以才跟你说 未来人类的这个会进步很快 因为很多研究是 你要用实体人类去研究 那里面很多东西 本来就是有在法律边缘的问题 你现在伊隆马斯 他现在川普都不管了 你就做吧 还有另外一个 其实这也是在法律边缘 我觉得最恐怖的脑机界面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neuralink的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来说 就是用他未来会直入一个晶片 直入一个晶片来说 保际上 他可以用意志来控制 那我们就讲 人类脑的研究里面 牵扯到非常多 都是有法律边缘 或是有道德危险的 他就把它弄进去 你看他可以研究这个 那你更不用讲自驾车 自驾车 保险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说 未来两年 你最好不要去美国 为什么知道 因为自驾车在美国跑来跑去 你可能会被自驾车撞到 因为美国现在 他现在也要把这些法律 都把它拿掉 所以还可以说 搞不好未来两年之内 美国的自驾车 就真的完全会实现 因为他可以在路上 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 他可能美国任何地方 都可以跑 因为伊朗马斯克 真的已经把一个晶片 植入到人脑里面 他未来 我现在不是有个 非常灵活的手吗 未来我如果植入 我的这个所谓的 晶片在我脑子里面 我用我的脑子 就可以操控那只手了 所以你说 这些都可以互相连结在一起 那你只要有更多的 这个道德边缘的研究 这样研究下去 我今天讲一定大爆发 所以我才跟你说 川普只要拿掉的时候 未来两三年之内 美国的科技 绝对会大爆发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 这个自他之前的 10月10号 不是举行一个 WeRubber的这个车子 这个发表会 这个发表会 这个伊隆马斯克就有去 确实说他其实是展示 他的这个无人车 无人车 无人计程车已经来到现场 可是保洁你知道 除了无人车来之外 事实上旁边 大家都在看什么 他的很多服务生就在旁边 我点到服务生 仔细看 都是机器人 都是机器人 机器人在那边帮你的饮料 你要什么饮料 你要啤酒 你要什么 我帮你倒饮料 这都是他的 Ottimus的这个机器人 所以他还要非常 他这个在打奶泡吗 这个在做Latte吗 是没错 他有这么灵活吗 对他就很会做好 那我就讲 伊隆马斯克有非常多的 这个想法 譬如说你看 他可以帮你浇花 然后可以帮你插桌子 他未来是你的 这个所谓家里面的一个助手 然后可以帮你搬东西 帮你拿东西 所以你说你看 这些科技 如果万一真的未来 能够完全展现 你只要有 在我让我的 Ottimus的这个 能力更加提升之后 完全可以大爆发 好那我们讲 这两天台湾 因为棒球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刚才讲他的 Ottimus的这个机器人 对 他也可以做棒球的动作 是没错 他可以接球 对而且宝贤 那事实上现在 他做很多动作之外 宝贤那事实上现在 你看他自己接球 对可以接这个网球 他们用网球来跟他练习 你看他可以顺利的接到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的灵活度 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那除了这个灵活度之外 那最近伊隆马斯 已经把他的这个机器人 送给很多的 这个算是 这个时候 icon的人物 譬如说金卡带3 他目前为止 就有一个机器人在旁边 那机器人旁边来说 你看他可以做什么 你看他除了在 这个cybertruck里面 就做一个机器人 跟一个cybertruck cybertruck里面打开了以后 对 居然就有一个机器人 在里面等他 好那机器人可以做什么 你看他跟他 做了非常多动作 包括说可以跟他 互相的比爱心 两个在这个卖萌的时候 就可以比这个爱心 然后包括说你看 他还可以在那边 跟他跳吵曲吻舞 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玩耍 两个还可以这样 然后还可以什么 送飞舞一大堆 你知道现在目前为止 金卡带3 就是示范给你看 说目前为止 他能够做到 什么样的一些动作 好那除了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可以做一些 家庭里面 做了一些基础的工作 然后跟你陪伴之外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来说的话 你看目前伊隆马斯克 已经把这个机器人 弄到哪里 哪里面去了 他在他的工厂里面 已经可以放电池 或是搬这个重物 比较重的东西 或是很多流程里面来说 你看都已经是 这个Ultimus的机器人 在帮他做了 所以他等于是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他的机器人的发展来说话 已经是相当遥遥领先 全世界的一个状况了 好那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 Ultimus的机器人的话 这个就是Neuralink 你看他现在已经 发展出这个晶片了 而且这个已经是 装置N1 代号叫N1 他目前为止 已经莫得美国FDA的 这个认证 他真的可以放在脑子里面 对 我就说为什么 这有这个人体的 这个有监管的问题 保险你知道 因为他要放到人奶 所以要FDA 美国的药物食品管理局 这个东西来说 有非常多的危险 那这个川普 可能未来就不管了 没关系 你FDA就核准吧 他目前为止 已经获得FDA了 FDA的这个认证 未来可以植入到 人脑里面 去做实体的临床试验 好那临床试验的时候 做什么做呢 保险你知道 他就会植入到 你的脑中之后 植入到你脑中 你看这就是一个算是 他已经完全瘫痪了人 你透过这个手术 植入这个脑晶片之后 你看原本已经瘫痪了人 你看他现在可以用意志 他其实用意志来玩什么 你看他玩西洋棋 他用意志力 他其实用他的意志力 他其实已经锁了 没办法动了 他用这个意志力 这样跟这个电脑 在玩西洋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晶片 可以感知到你的想法之后 他透过一个传输的方式 就传输到这个电脑里面 他可以解读你的意念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任何动作出来 那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未来还可以用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来操控我的滑锁 对 操控我的电脑 对 你看他是这样 他是用这样来玩 那你看 这个手术的当事人就说 我曾经以为 我再也不能玩游戏了 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就是我用意念控制 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那甚至他还做什么 你看他未来还可以用什么 意念控制 我要写什么稿子 就可以写进去了 我只要未来 这个手机能够解读我的想法 跟我的脑中脑坡可以互相连线 我只要想什么什么 字就出现在这里面 所以那这个真的是 我都跟你讲 未来两三年的科技发展 会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 那这只要谁 只要伊朗马斯克 你只要把我双手拿开 把我股东手拿开 我绝对就可以帮川普办到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你看到的 他的这个机器人 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无人车 它里面的零件 它里面的电池 它很多的东西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只要把一套系统弄好 我可以同时做无人车 我也可以做机器人 这就是伊朗马斯克 厉害的这个地方 所以才说 未来的这个产业里面 发展会越来越快 那甚至还有什么 我们不是说AI吗 我们就说伊朗马斯克 真的很厉害 他最近做了一个AI的 原本的AI发展 是OpenAI最领先 但他最近 他组了一个叫做巨人的 这个XAI的 这个十万颗GPU 达成了一个 这个一个所谓 一个运作中心 NVIDIA的那个所谓的 AI晶片最大的买主 竟然是伊朗马斯克 对 伊朗马斯克的XAI 那你知道这个 已经变成全世界 最厉害的一个超级大脑 连这个 连这个 黄英勋都说 你在太厉害 你用120天就打造 这个非常厉害 你可以把十万个 H100晶片连接起来 变成这么大的处理中心 那这个做出来 可以做什么呢 保洁 我不是未来川普放宽 我有非常大量的Data 进来之后 我在用这个XAI 去训练之后 你看我可以训练出多少东西 所以来跟你讲 这个呢 中国看到目前为止来说 他一定觉得糟糕了 我未来几年之内 我恐怕会被这个 美国的科技甩得非常远 那这也是美国 一定会继续 监管中国的科技 因为我绝对 美国我能够发展 这些新的东西 但是你中国绝对不行 好 不是 该讲是 现在伊朗马斯克 过去一段时间 真的受到了拜登政府 很多的这些压制吗 我不管发展我的SpecX 我今天不管发展 我的无人车 甚至我要发展 我的机器人 甚至我发展 我的脑机戒变 很多东西都跟你say no 可是如果这些 捆龙所拿掉以后 就不得了了 他那时候被监管了 有多严格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在发展 SpecX的时候 美国海洋渔业局 竟然要求他提出什么报告 你的火箭会不会砸到鲨鱼 砸到鲨鱼 当然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还要去找鲨鱼专家 去研究说火箭掉下来 会砸到鲨鱼 所以就像台湾 做一个环屏报告一样 接下来这个报告是完成的 他很气压 还是完成的 完成之后 海洋渔业局又跟他说 那鲨鱼 你掉到里面的话 没有找到鲨鱼 但是如果爆炸 会不会影响到鲨鱼的听力 鲨鱼的听力要怎么测 所以你还要去找专家 去测出说鲨鱼爆炸的时候 鲨鱼听力会受到什么影响 所以我跟他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火箭回收 很多是在海上的 海上在回收的时候 第一个 你会不会打到了鲨鱼 那如果不会打到鲨鱼 造成很大的爆炸声 会不会影响到鲨鱼的听力 所以他真的把这个报告拿出来 去测鲨鱼的听力 然后爆炸到底会影响有多大 没有关系 做出来之后 加州的环境管务局 又跑上门来说 加州有好办海报栖息 那你把海报抓过来 测试他的听力 还真的有这张照片 这是真的 你网路上 等会看 这个SpaceX在起飞 会有很大的爆炸声 那海报会不会有影响 那我就要测 这个真的去测海报的听力 这个海报的听力 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 海报栖息 例如海报被火箭发射 影响了跑掉怎么办 这是加州重要的宝贝 所以他要去测 所谓的海报听力 所以所有火箭公司 都要做这个听力 可是我说 这些监管 其实不止这些 他说 因为你的规则 让我去绑架海报两次 这太荒庇用了 但是最重点不是 他们害怕 最讨厌的是什么 包括NVIDIA 其实也被监管过 他被问过说 你的AI晶片 是不是垄断太多了 接下来微软也被监管 就是OpenAI 你是不是垄断 你都会被调查 甚至连台积电 也被调查过 说你的先进晶片 是不是占世界太高的比重 这些其实都是 美国监管的项目 都是不行的 所以美国都要监管 所以他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包括马斯克 跟矽谷帮都要求 有效加速主义 就是所有东西 都把它取消掉 难怪这次矽谷 以前矽谷都是支持民主党 现在有很多矽谷的老大 跑去支持川普 几乎所有的创投 跟借壳大老 或者是新的风投 都是全部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站在拜登的对立面 不能再监管NVIDIA 不能监管台积电 不能监管马斯克 不能监管微软公司 这才是真正的 现在当我开始 对美国这些企业放中的时候 它其实会对另外一个地方 反而是更压力 更大的压力 对谁 对中国是以更大的压力 也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 我给美国所有的 这个捆龙所有的限制解开 解开了以后 我拼着把这个所有的市场 跟工厂弄到了美国之后 然后呢 我开始风扎中国 而风扎中国最近有一个 让人家觉得毛骨悚然的例子 就是美国在每年年初的时候 都有一个所谓的消费电子产 消费电子产是美国 每一年最大的电子商品展览 而这个电子商品展览 每年都有一千多个中国厂商来 而这个中国厂商 不一定都是高端的 它有些很多是卖冰箱 卖这个所谓的扫地机的 它现在这一千多个中国厂商 美国这一次 美国今年不发签证 对 川普现在好像是无差别攻击 连西业史都禁止中国业者去参观 这真的很扯你知道吗 过去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就准备要去西业史参加 那中国业者每年大概四千多家 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业者 卖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TCL 或者是海信电视 很大的一镜电视 你说它有高科技吗 其实也没有太多刀割技 虽然它硬机面板很厉害 但是对中国来讲 对美国来讲 其实那都很多了 因为我需要的是美国的市场 那现在做这个东西就代表 我美国的市场不给中国了 对 所以每日电讯报 引用伦敦的智库说 如果川普2.0持续下去的话 对GDP冲击是非常大了 它的经济会崩盘 它社会会动荡 什么叫经济崩盘 它的GDP要掉2.2% 其实对现在保五 你说英国知识库讲 川普上台之后 中国经济会崩盘 社会会动荡 对 经济崩盘是怎样 它现在会掉2.2% GDP掉2.8% 非常严重 现在大家都不相信 它有5%嘛 它如果再掉2.2% 它是什么状况 很难想象 接下来 失业率会增加500万 现在青年失业 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再多500万个 本来是在做电视 做家电 这些人都是硬就业 如果他没工作 社会会有多少仇恨 攻击事件 这难以想象 所以这个英国 美日电讯报说 它的社会会动荡 但是美国似乎没有放手 西叶子展 还是不让它去 再来是晶片站 是越割越精准 你看上海研究院 这个做CPU的 高科技的核心科技 领不到薪水 从9月开始 因为为什么 台积电断工 设备断工之后 整个中国的科技业 尤其是半导体 高阶的做CPU这些 竟然开始说 领不出薪水 五百个 所以说我们的台积电 前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所谓的 晶片走势的事情 跑到了中国 所以我断然拒绝说 七奈米下晶片 不可以到中国 这个已经对中国 造成很大伤害了 这个核心 五百个薪水 已经欠薪半年 员工开始上去讨薪水 还告这个核心科技说 你是拿政府补贴 而且是上海研究院 国营单位 你还付不出薪水 接下来这个红军棚 其实是很厉害的公司 它的创办人 其实整个团队 来自英特尔 有20年的经验 等于把英特尔做CPU的 现在都是高阶的工程师 把它挖过来 照样台积电 不断工之后 也是爆出来 这两天爆出来说 一半的员工裁掉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断工 整个中国 可能不是这家红军围 这是 这个是沧海一处 总共可能会有 两百家业者 都会被打击到 虽然中国人吹嘘说 就算美国不支持 我们也可以自力强 自强 自强我们开始买一锅造办 让我们可以做出 我们自己的晶片 他现在号称说 我14纳米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可以做7纳米 我可以做5纳米 甚至3纳米 我都可以做出来 但是重点在哪里 现在最先进的晶片里面 都放在哪 放在手机里面 放在手机里面 现在华为的 卖的70架出来 对不对 被看破手脚了 对 卖不掉了 第一件事情 它不只是卖不掉 它是根本做不出来 所以今天他们讲的很好听 说这一次呢 总共有300万支 马上玩笑 但不好意思 300万支 它上市 60卖多少 卖1200万支 换言之 现在的产量 它第一波应该是出货的大货 根本就做不出来 再第二件事情 不只做不出来 还延宕 原本理论上讲 一年一机 12个月就要卖一支 结果不是 它这一次足足拖了15个月 为什么 因为晶片不足 那最后呢 甚至连双十一节 也没有遇到 就这样 呼噜呼噜的 过了 而且再来 我们讲到说 好那至少有做嘛 有300万支嘛 效能性能怎么样 它的主打说呢 是40%的性能 结果说 没有想要人家 去看它的设备规格 哎 你是真的把我骗到对吗 第一个 它的Mac其实用的是什么 是用9010的 也就是7090 保洁哥这是新来救的 救的 是救的啊 你这又没有增加 所以连中国的媒体 导播开 连中国的媒体都讲 这是史上 最久在的华为Mac 它竟然 用着上一代的处理器 就是你完全没有更新 你等于花了大把的钱 就买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且它是要到Pro等级 才勉强是9020 好 这个我们先暂且不论 再来 它为什么生产出现 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在于奈米素的问题 这是前端最竞争的嘛 所以现在差距 他们说跟 至少差了五年以上 所以说华为 真的已经走不下去了 华为真的已经碰到墙壁了 华为现在 只能用旧的处理器做了 对 而且再来你知道吗 旧的处理器就算了 但跑出来 我们先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这个多利谱 它说40%提升效率 那大家当然很好奇嘛 来去看你的规格嘛 那看规格不准 因为中国规格的 说规这样说 我们要拿来做个比较 来他们就拿来做比较 那华为呢 这个最新的哦 我们讲的是9020哦 也就是麒麟9020哦 Pro的哦 然后鸿蒙系统哦 完全是纯血的哦 最后来你看它左边的手机 这叫毒蘑菇时间 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在滑的时候 它会去测试说 我到底去跑这个3D立体成像 立体图像的顺畅 你说左边是华为 对 右边是其他的手机 那其他的手机 它的显像 它的速度都比较快 在左边 它这个显像变得非常糟 非常的模糊 它还动不了 这已经不是速度问题 你仔细看哦 左边滑去之后 它大概隔到了在40 我们讲的 这0.4秒 0.5秒之后 它叭叭叭 很像在看什么 看四格漫画 那右边呢 虽然说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右边这是OPPO的 OPPO的5X8 它是怎样 它至少可以完整的 看到那个流畅度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他们后来去对比 对比说这次华为 最新出来的手机是什么 我们刚才跟你讲 晶片落后5年嘛 都白片人 它真的落后5年 因为他们说 它的效能 大概是iPhone11 iPhone11 到iPhone12之间 保持人家 我就iPhone12嘛 他那些说 而且还比较差哦 他只是说 晶片等级上来讲 大概是落在这个规格 所以光是你如果 用效能来比的话 跟美国 也就是我们讲的iPhone 它的差距多少 5年 就是说5年一代 那如果跟他们自己 国内了哦 我没有跟别人比哦 就跟OPPO比就好了哦 差几年 一样差三年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说 那这种程度 我干嘛要去跟你 买这个东西呢 对不对 你今天自己 那我们讲的 就是全部都国产化 那做不好就做不好啊 但我们讲 华为的梦很大 因为它不只是说 要手机而已 它说我还要拼AI 那拼AI我们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处理系统嘛 就好 它有做 它做了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创建的这个910 九宝九你知道吗 它的尺寸 足足比台积电 大了1.5倍之多 而且效能呢 根本就没得比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要怎么样 跟人家拼AI 拼半导体 好 吴总 你这一句讲了 中美这个大贸易战 除了名字是贸易战 可是那是国立的战争 国立战争 第一个当然讲 我要把供应链 红色供应链 跟美国的供应链 完全的卸开 第二个是我要拉开 它的这个所谓的 科技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现在打压中国 关键来哦 你说伊隆马斯克的 一方面松绑 一方面打压中国 我现在讲 川普这次的Mega 就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目标是什么 其中一项 就是科技要绝对领先 那这个科技领先 现在的做法 就是跟这个 伊隆马斯克一样 他就是整个的解套 所有的这个规定 全部开放 那这种情况 在美国不得了 因为很多美国 过去的奇奇怪怪的 规定 包括对人权啊 或是对一些 虚幻的一些的恐惧感 那通通解套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会让美国的科技 突飞猛进 这是第一个 他绝对领先 那个领先的对象是谁 中国 那只是针对中国嘛 所以他再讲 第二点 再讲简单一点 所谓的美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目标是谁 就打败中国而已啊 他没有别的目标啊 所以说那打败中国 是怎么讲的 怎么定义呢 很简单嘛 去年的这个 去年的美中国的GDP 占跟美国的GDP GDP的占比是多少 你知道吗 2023年 百分之六十二 我们曾经看过 有中国占到七成以上 对 他以前是七成 七成以上 现在在六成二了 一直往上下滑落 所以也就是说 习近平当时 跟普丁讲的一句话 这个百年未见的际遇 这个最大的这个机会来了 对 因为中国有变成 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嘛 所以不是这个话 你讲很多年吗 对 说2027啊 2030啊 所以中国就 中国GDP都超过美国了 那这个话 这个论述现在已经没了 没有人讨论了 完全没有人讨论了 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 两个东西了 一个总量超过了 一个科技超过了 那你还剩下什么东西 再来更可能第三点 美国已经确定 要用他的关税的手段 去打压中国嘛 对 那这个打压中国的情况之下 那中国的GDP 刚刚已经谈过了嘛 大概会再少 二到三个百分点 还有包括要取消 最惠国待遇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的话 中国会面临到 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本身的 内部的经济 会面临到 有面临到 这种崩盘的危机 如果这种崩盘危机 他现在目前年轻人 目前大学毕业生 代业人口 在去年代业人口 一千万人 现在超过一千万 一千万人没工作 年轻人 大学毕业生 你要注意 这是动乱的根源 所有的动乱 就是在这个东西 所以那这些事情的 积累下来 结果 如果说美国 真的开始动手下去 目前他公布说 百分之十嘛 但有人在谈说 他有可能取消 最惠国待遇 对 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 之后的结果 会变成怎样 不知道 但是中国一定会 非常惨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真正的最 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其实会有 他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会引发出来 台湾 台湾 北柄 台湾 台湾 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